皇上 您要小酌一下吗 给朕也来上几杯 尝尝味道 皇上 您可要注意身体 这酒啊 伤身啊 小喜子 你赶快下去吃口热壶饭吧 再输一家 你们就不用担心朕了 若是被下毒 丞相府上下所有人都跑不掉 毕竟外面很多人都想要云丞相的命 我谢谢你全家呀 皇上 这是皇上 这是皇上 得罪不起呀 得嘞 我这个老东西便不在这里烦人了 习公哥 今天日里天冷 全府上下都是吃火锅 公主说这样大家伙也挠挠身子 您和诸位的锅子全部都是新准备好的 缺什么诸位尽管招呼的 一锦偏听 习公公就感受到里面暖乎乎的 怪不得 那么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入丞相府 这等好事情 我认你真好 习公公每次来这丞相府 都能吃上干净热乎的饭菜 在其他府上可没这种待遇啊 不得不说这云家人就是不一般 从上到下都照顾得兔兔兔的 那可不是 我时常跟着主子爷在丞相府过夜 一日三餐吃得极好 都是热热乎乎的 让我这心里说不出来的暖和 记住他们的好 他们把我们当人看 今后便多护上一些 哎 习公公放心 我们都记着呢 正厅里的人都在甩开膀子使劲吃 皇后 您许久不吃火锅 要吃得慢些 不然 臣妇担心您回宫后肚子不舒服 就麻烦了 婉娘 你都不知道在宫里吃饭多麻烦 难得可是吃得这般痛快 你可别拦着我 若是不舒服 让玉仪开几副药便好了 这皇后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 太辛苦了 安哥哥的母后 真的很不一样 挺可爱的 云婉音便想到空间的灵泉水 气身走到一旁的茶壶边 好好娘娘 您喝点茶 滑滑辣度 乖宝 你去坐着吃东西 我来倒茶水 其实他心里有个猜测 只是不确定 但哪怕一点都不愿意小丫头冒险 给自己父皇倒水 也是经过自己的手 这样可以排除很大的嫌疑 他们这样看着 我来到家族的地瓜 他们会放亡 你们这么快就能 我来到家族的那里